哈喽各位好心人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胡荣华十大最经典的佳招 也是这系列的第三集 胡荣华是象棋史上难得一见的天才 他曾创下两个前无古人的记录 第一,他是最年轻的全国冠军 第一次夺冠时仅15岁 第二,他蝉联全国冠军的次数是最多的 从1960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个人赛 击败了杨冠林开始,至1979年 胡荣华总共蝉联了10届全国冠军 被誉为10连霸 如果看了这视频特别喜欢胡荣华哪一部棋 或者如果下一次你想欣赏哪一位棋王 或哪一盘经典对局 不妨留言发表意见 那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我们来看 第一盘棋是在1984年 昆华碑大师赛胡荣华对赵国荣的一盘精彩对局 那上一步,黑方进炮打红马 胡荣华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实战 首先G9平流,哇哦,气马 准备G6进流憋住马腿 攻击黑方的中足,果然是一高人胆大 那一方接走G6推移 想法就是想先保中足 同时捉红马 利用黑炮正在掩护7路线 这红马不太好动 不料胡荣华将聚9级,G6进流 憋住黑方的马腿 等于线双马,强攻 凶悍无比 那一方不客气,先百吃百喝再说 这是一步不明显的软招 低估红方胡荣华早已暗藏相当严厉的一步棋 G2平四 站立,这步棋尖缝插针 进攻的思路十分明确 等于再7一马 太过分了,哈哈 不过黑方如果随手炮打马 红方四四进五 再出帅,就威胁铁门双杀起 黑方比如说炮打中兵 那这起红方可以先炮3-5 前支柱黑方的卧星嘛 那如果黑方退G,守住底线也太迟了 因为以下红方三把手 绝杀 胡荣华计算简直太远了 实战,黑方是选择G1进2 准备退马,要对局,减轻压力 不过红方还是不是 准备出帅 那黑方按照原定计划 马三退二,要对局 同时打着一个如意算盘 红方如果随手出帅 黑方就可以平炮 妙手解围 那不管红方怎么吃炮 这起黑方刚好可以通过一个对局 解围 双方平子,红方完全没有便宜 无料此时 红方胡荣华走出非常严厉的一部杀招 可谓石破天惊 精彩绝论 那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是哪一部 好,如果你想的是G6进2 G坎底是 哇哦,恭喜你有胡荣华的实力 以下我们就来欣赏实战G双炮组合的精妙杀吧 黑方降五平四 红方G4进一一将 黑方只能上将 那红方再炮三平六 瞄住黑将 威胁炮五平六 双炮将杀起 当然先凭前炮 而不是后炮比较细腻 因为不给黑方有炮打中兵的机会 那现在黑方无奈了 因为窝心马刚好挡住自己的降位 所以马五进七 却只见胡荣华轻轻平一步 中矩 形成川卫矩 十分刁钻 下一步 炮五平六 仍然绝杀无解 所以黑方 只好含笑任父 好,第二盘棋 是在1960年 全国象棋个人赛中 胡荣华后手对杨冠林的一盘经典对局 这盘棋 也被誉为象棋史上最经典的一盘棋之一 因为在这一年 胡荣华仅15岁 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 便夺得了个人冠军 同时击败获得三次冠军的杨冠林 简直一名惊人 开创了胡荣华的十年八时代 好,我们来看实战 上一步 红方兵器进一冲过河 威胁马摇炮 考验黑方的应手 那黑方如果随手炮而进一 偷吃马 红方不会上当 可以先退马 打住黑炮 利用黑方二入狙五根 那当黑炮退步 才兵器进一 红方多一个过河兵 可以满意 另外,黑方如果随手 祖三进一吃兵 红方当然狙吃炮 那黑方丢一子 补偿是不够 不料实战 胡荣华突失妙手 走得拍按照绝的一步好奇 你能猜他走什么吗 好,G二进五 哇,简直是天外非仙 不到十个回合 仅15岁的胡荣华 就这样气泡 给象棋一代宗师杨冠林 那所谓 宁器一子不丢一仙 G二进五这步棋 打破平衡 寻求突破 我觉得是全局的精华 正显示出了胡荣华高超的大局观 实在难得可贵 好,现在黑G做马 等于逼红方 马踩炮 如改走G八进三吃炮 那一方当然G吃马 下一步威胁足七进一 黑方明显优势 实战 红方只好马吃炮 拿得子之后 悬盘子力反而陷入瘫痪 但黑方怎么进取呢 有一点讲究 如果足三进一吃兵 那红方 须发进一 准备腰对局 局面会稍微缓和 所以实战 胡荣华选择 炮打中兵 既是紧凑的招法 也能取得中兵的实惠 那一下红方 是六进五 黑方对掉G之后 在马七进六 直接越马盘和 不顾兵足的损失 果然有大将之风 下一步服的就是 马六进四 隔回狮子 同时还保留攻势 所以红方只好 G八进一 准备马八退六 摆脱牵制 却只见胡荣华 轻轻拼一步跑 哇 针锋相对的好奇 防止红方退马 摆脱牵制 那以下黑方 胡荣华就围绕红方 这非常难受的G马 来做文章 虽然战线比较漫长 但胡荣华通过 文部进取 滴水无落 最终取胜了 好 第三盘起 是1961年 上海和江苏 友谊访问赛中 胡荣华对江苏起手 带荣光的一番精彩对局 局面至此 双方子力平等 六个大子 但红方 胡荣华有 成底炮的攻势 明显主动 关键是怎么破门入局 因为黑方下一步 有炮弃退一 打局的防守手段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胡荣华的第一步棋 好 G8进一 哇 弃G砍炮 精妙绝伦 对手完全傻眼了 这是开玩笑的吗 好 先吃G再说 那我们方 当然 在G7平流 战内 利用黑方 这卧行马 都用弹部的 威胁G砍抵制 杀起 黑方只好G2平4 腰对局 不就化险为宜了吗 不料胡荣华 再出飞刀 马4进3 哇 马踩骑足 扶挂脚马 杀起 是弃G砍炮之后的 护虚手段 黑方才意识到 中了胡荣华的引离之计 没办法 向五进七 吃马 却导致 黑G脱根 那红方 G6退一 吃G 得回狮子之后 还威胁G6进而 砍底时 黑方无奈 退马 不过 也就必然导致 丢一子 由此可见 胡荣华第一部 弃G砍炮的 深谋原力 现在红方 可以直接吃炮 或者实战的 炮打马 一将 等黑G吃炮 在G6平3 吃炮 红方 得子 得势 胜定 那我们来看 这盘棋 胡荣华 从弃G砍炮 再平内到G 叫沙 再飞马 踩足 引黑方 防部胜防 看似很简单 但我觉得 胡荣华的招法令人 回味无穷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好 第四盘棋 是在1975年 上海市象棋 团体赛中 程志顺 对胡荣华的 一盘精彩对局 从表面上看 红方 中路 集中子弟力 下一步 兵武进一 具有攻势 但经过黑方 胡荣华的 名威不乱 研发妙手 化险为夷 而且最后 运子技巧 巧夺天空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第一步 是怎么走的 好 如果你想的是 炮六推一 恭喜你有神意的水平 推炮 气中足 准备 平中 前置黑方 中路的攻势 是解围的妙手 果然是 慢慢来回 比较快 我们来看 红方 兵武进一 黑方 炮六 平武 先前置住 红方的中兵 那下一步 扶马三进入 治兵 红方 接走炮六 进三 憋住马腿 保住中兵 将来可能是想 进一步狙 再强行 中马铺上来进攻 实施一步软手 低估了黑方 胡荣华 暗藏的反击手段 炮二 退三 瞄住中兵 是借力达力的好奇 因为黑方 下一步威胁 炮打中兵之后 还反击 红方 中路的狙马 由此 红方 攻势受阻 反而被动 实战 红方 接走马五 退七 保住中兵 却只见胡荣华 轻轻 轻轻平鞠 押住红马 又是一步先手 利用红方 不太好保马 否则 这个炮 打中兵 又是借力达力 红方 如果失去 那 黑方刚好 先炮打炮 还打着双鞠 红方 要丢子 实战 红方 只好退 打一方 G3平四 捉死红炮 秩序紧人 以上 胡荣华运子太厉害了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 此时 红方如果退炮 那这起 那这起黑方 可以炮打中兵 又显示出 退炮的奥妙之处 红方 如果对G 这起 黑方可以 斜烟吃炮 斜烟鸟中 G 黑方也是得子得势 实战 红方也不甘示弱 G8进三 气炮 等黑方 白吃炮 那再G8平四 周期准备 四四进五 再出帅 可能是想模仿 像第一盘那样 胡荣华强杀赵国荣的 入剧手法 不料此时 胡荣华脸上露出 一副不懈的表情 嘲笑对方 哈哈 太天真了 因为他已经 想到了一部巧手 你能猜得到 是哪一部吗 好 向武退期 哇哦 炮打G 简直是天外非仙 乍看之下 傻眼的红方 不能G5平四吗 催杀 不过胡荣华 当然遭与身谋原理 红方如果这么走的话 哪炮二平五 打江 等红方捕士 刚好炮打炮 又打江 等红方吃炮 再捕士 红方根本没有后续手段 黑方白多一次 实战 红方 只好兵5平四 试图牵制住黑方的中炮 试探一下硬手 黑方 比如说像三进五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红方就可以G5平四 区别就是多了这红兵 如果能长驱持入 破试配合双驱 还是有一定的骚扰 所以实战 胡荣华 不是飞向 而是走了一步 绝对出乎正常人 所能预料的一步骑 当然 这么说的 可能你们也想到的 能猜得到吗 好 G4平五 中路限居 精妙绝伦 石破天津 红方 如果简单的对G 那黑方就可以 文占多子的优势 于是选择炮打G 考验黑方的应手 因为黑方如果对打G的话 这些红方可以炮五退二 下一步 马九进七 或者兵四进一 红方丢子 有一定的攻势 实战 胡荣华 他遭遇深谋远率 选择比较细腻的 向三进五 等于先让自己的黑G 被对方的炮打了 果然是意高人胆大 那红方赶紧 拼一步兵盖住 以为陷了中兵 就可以缓解局势 武廖 胡荣华又突视妙手 让对手防不胜防 向五退三 哇 这黑向三个回合 进而复退 合法的吗 因为现在黑炮打着红G 局面至此 红方简直怀疑人胜了 只好韩内认负 因为比如说 退G的话 那一方抛日平五 打兵较将 红方依然是得子 得势 胜定 好 第五盘棋 是2002年 全国象棋个人赛当中 胡荣华 部首对浙江棋手 陈寒 封阮盘精彩对局 直面至此 双方自立相等 呈现对峙的状态 那红方主要是 G4平7 坐下有一些骚扰的手段 不过黑方 胡荣华 借先行之力 突失妙手 出人意料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是怎么走的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4进而 嗷 现G炮口 简直精妙绝了 恭喜你答对 因为红方 如果炮打G 黑方马7进了 咬炮 黑方双马比较灵活 再配合 沃河族往前一冲 明显占优 由此可见 胡荣华 G4进而 现G炮口 奥妙之处 巧牵制住 红方的双炮 军 动弹不得 红方无奈 接走 不处手下 先巩固阵型 那一方顺势 炮三进而 打马 等红方退马 再马二进三 跳正马 含蓄有力 威胁马三进四 强行咬红炮 红方将会有被咬双炮的 危险 那这期 只好马二九进七 先掩护这点 黑方充足 捉马 那红方在G4退一 打黑G 想法呢 就是之前 先马九进七 盯住这点 逼黑方退G 再马七进九 以为向前一扑 咬黑G 就可以 寻求一些补偿 不过经过胡荣华 构思非常精妙的运子 结果出奇之神 我们来欣赏 首先马三进四 咬红G和红炮 红方没有时间跳马 否则 直接丢G 那另外也不能G4平七 否则黑方 逐四平三 打G 所以实战 红方只好G4进一 那你能猜胡荣华接走 哪一步棋吗 好 G4进一 wow 在表演现G 炮口 简直令人拍案交绝 回味无穷 红方局势崩溃了 因为如果炮打G 那一方马七进六 咬双炮 黑方得子胜定 乃的棋 从一开始 胡荣华突出现G炮口 而是两次妙用 限子 包括桌子 运子等战术手段 出棋之声 果然显示出非凡的功力 好 比六盘棋 是1978年江苏上海 甘肃广东四省市 在当中 胡荣华后手对广东棋手 蔡芙如的一盘经典对局 局面至此 双方子力平等 黑方下一步主要的手段呢 红方下一步主要的手段就是 G8平三 压马 或者炮四平三 但现在轮到黑方走起 胡荣华经过仔细的分析 发现龙方有机可乘 于是抓住要害 从而破门入局 你能猜第一步是怎么走的吗 好 炮五进而 哇 气炮打势 石破天径 是入局的关键 龙方傻眼了 先吃炮再说 那黑方在G4进入 卡住向眼 威胁吃势 和G坎底向 相当严厉 龙方才意识到 不太好手了 G8退六 先保向 那黑方顺势吃势 正所谓 缺势 怕双狙 黑方下一步 威胁G3平四 绝杀 红方炮四平三 必要时可以退炮防守 那黑方在G3平八 控制局面 黑炮 当然不能打黑马 否则G8平四 还是绝杀 那一红方接走 马九进七 准备孤注一致 黑方G5平七 平局做炮 相当的刁钻 威胁G8进入 杀起 红方只好平中帅 那一般的话 红方这期肯定 G吃炮 当然也是大战优势 那红方就会G8进入 尽可能要对G 拉长战线 不过实战 不过实战 胡荣华却选择一部比较紧凑的 马七进入 果然显示出大将之风 因为下一步威胁 G8进入 杀起 红方只好炮三平二 挡住 那一下红方 还黑方胡荣华 就表演双G攻上 好 首先 G8进三 吃炮 红方 G4推三 守住内导 那红方 这起多一马 看似还有周旋的机会 不料 黑方 G7平三 非常老练 先逼红马 表态 如马吃足 黑方 就可以G8进一 就不怕 红方 有G8进一 对G简化的手段 就可以跟实战后来类似 形成绝杀 我们来看 红方是退马咬G 那一方 G3平九 通过一个顿挫 从七路换到九路 有利于 多一个成体G 攻杀的手段 那红方 在马主进七 黑方就G8退一 捉红马 红方 终于忍无可忍 马吃足 那一方在G8进而 不G8平五 就要绝杀了 红方 退向 黑方 G8平五 一将 红方 如果率五平六 那一方 G5平四 再G9平五 一将杀 所以红方 率五平四 不过 黑方这起 G9平七 仍然形成绝杀 因为如果飞向 那这起 G5平六一将 如果G4 那G7进一 杀起 所以实战 红方是飞了一个边向 不过一方 G7平八之后 仍然扶成体去杀起 如果像七进五 还是一样的杀起技巧 平居将 在全体去杀起 所以红方看到大势已去 主动认负了 好 第七盘棋 这是1978年上海市表演赛 胡荣华对孙恒星的一盘精彩对局 局面至此 双方 指令平等 但火药位十足 红方 瞄住 黑方的中向 但黑G 正在捉住 红方的中马 那如果你想的是 马踩中向 恭喜你 答错 因为黑方 这起可以 G吃马一将 但红方飞向 再炮九平 那交换之后 这起G5平四 随时在G4退死 捉红炮 一方 多子 占优 那另外 这起红方如逃马的话 就显得保守 实战 红方 胡荣华 升知 冰柜神速的道理 决定 气炮 打下 wow 果断出击 等于 气马抢攻 计算太真远了 我们来看 黑方 炮九平 吃炮 红方 在马7进5 让对手傻眼了 这不是白吃白喝吗 还有交将的先手 红方 16进5 眼看 下一步威胁的就是 马五进7 还有沙奇 黑方 只有四四进5 那横方 马五进7将 黑方出将 红方再向7进5 这步起威胁 G9平有沙奇 步步紧逼 考验黑方的应手 如果G5平四 可能是顾忌 红方 有兵器进1 或者退G 并临线 限G 种攻击手段 所以实战 一方选择 G5退2 掩护巡航 那横方 还是G4退5 准备抢占要道 非常老练 再配合 握草码 把子力都集中在黑方空虚的右翼 而黑方的左居无法支援 就导致后患无穷 现在一方只好 G5平四 这步骑也暗藏 G4退3 捉马 解围 尤其 如随手 兵器敬意的话 那实战 胡荣华 当然没上当 先鞠九平八 盯住底线 非常激紧 哪一方 G8进而 想通过马七进六量鞠 却忽略 胡荣华 暗藏 一步巧手 兵器进一 咬黑鞠 还能威胁 长驱之入 哪一方 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只好吃兵 误以为 红方是为了平鞠较僵 哪一方可以 聚三平四 哪这其 如果对完鞠 在G8平六 黑方刚好可以 七回子 跳外 那这其 这黑方 还有机会守合 不过实战 胡荣华 当然没这么走 而是选择 更严厉的 G4平齐 wow 险G 还不如说是捉黑鞠 因为利用 卧槽马的威力 黑鞠不敢离线 否则G8平六 杀起 实战 黑方才意识到 胡荣华的厉害 只好G3平4 那由此 红方白痴回忆 黑方在G4退尔 找机会 跟红方对G减轻压力 不料此时 胡荣华走出一朝旗 可谓一锤定音 石破天经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是哪一步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马七退伍 wow 恭喜你 答对 红G 不对 对不逃 反而回马进枪 到巷口去 简直是天外飞险 形成 献献献猛 绝杀手法 那以下黑方 如果向吃马 G8进九一将 就形成 长短 献杀起 另外 黑方如果 G4平三 吃巨 红方是 G8平六一将 黑方不管 怎么顶都没用 因为马五进三 卧槽马 杀起 简直太厉害了 好 第八盘棋 是在1979年 第四届全运会 团体赛 决赛中 胡荣华后手 对杨冠林 即战到70回合的 一个残棋 红方多一个兵 但缺双向 那黑方 是马配合双足 长驱止入 速度上领先 那这起客观来判断 是一个互相 亲自的残棋 实战 胡荣华针对红方 缺向的弱点 巧运马双足 最终取胜 我觉得如今 成为残局的精粹 那取胜的过程 也不是一蹴而就 而且经过 一段努力和腾挪 尽可能逼迫 黑方妥协 红方妥协 才能具备 引起的条件 我们来看 上一部红方 随手兵五平六 黑方如胡荣华 如何应对呢 好 组五平四 哦 妙手平足 咬红马 剑锋插针 称虚而入 太妙了 红方如果试吃足 那黑方 马四进六 八脚马 绝杀 那这起 由于黑方 马双足 兵临城下 这就给红方 带来后患无穷 我们来看 红方接着退马 那黑方 组三平四 逼近九弓 对红帅的威胁更大 现在准备 破黑方的 红方的双十 那红方只好 马九进其 守住 但现在 足站立到 腾出 卧槽马的位置 那马四进三 这部级 十分刁钻 危险 足四平五 白吃黑方的忠视 红方 马七进六 咬着黑足 也是比较顽强的走法 那黑方 按照原定计划 足吃四 红方 帅五平六 在前足平六 那这起 我们来看 红方 其实比较顽强的走法 是 马吃足 只能这么走 那么 较将 再上帅 那这起黑方 是可以马五推三 保留盈器的机会 但也不容易 那另外黑方 如果马吃四 红方可以上帅 红方双兵连在中间 一方是无法取胜 不过实战 红方 杨冠林 可能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或者因为之前给胡荣华妙手 足五平四 情绪被玩弄 尚未平定下来 选择随手上帅 却导致速败 那黑方 胡荣华 抓住要害 马三退时 以退为进的好棋 隔断 红方 回防之路 果然是平淡中 兼功力 那以下红方 只能坐以待毙了 平兵 那一方 马四进二 一将 红方如果退帅 一方 足五平四 也是胜定 那实战红方退马 憋住黑马 不过已经太迟了 只见胡荣华 轻轻走一步 马二退三 回马进江 相当严厉 扶足五平四 抽马 那红方 退马 也无济于事了 足五平四 等红方退帅 再马三进五 威胁的就是 足四进一 绝杀 那补充一下 从一开始 这长期的转折点 当然是当红方 随手彬彬 给黑方 这个妙手 平足 趁虚而入 给红方带来 无穷的后患 那一开始 这期 红方应该走 马七进六 前置住 黑方的马 黑方是难以进去 马四退斗 当然也没用 红方可以走前招 那如果足吃四 这期交换之后 红方马六退五 小足 等黑方平足再上帅 黑方这期 反而不妙 好 我们来到第九盘棋 这是1984年 三储杯向其名手邀请赛 胡荣华后手对深圳棋手 黄勇的经典对峙 那这期呢 是从五六炮 进三兵 对反攻马 对左向的步骑形成的 上一步 红方 聚二平三 牵制黑方的狙马 试图让胡荣华 欲罢不能 因为黑方 如果选择推炮打狙 没用 某方可以简单的 泡流近四 挡住 黑方反而吃亏 那 胡荣华 独创这个反攻马 布局 还写了一本反攻马专辑 开拓了抗衡中炮的 另外一种途径 后来被广泛 运用和推广 也成为胡荣华 夺取和保持冠军 的传家之宝之一 好 讲了那么多闲话 相信你们已经想好 这期黑方 到底是如何应对了 那如果你想的是 炮六近七 哇 恭喜你答对 气炮打四 可谓识破天惊 当然是身谋远利的好棋 我们来看 红方 帅吃炮 哪一方这时才炮二腿 就恰了好处 等红方 炮六近四 现在区别就是红帅 已经暴露身份 一方可以利用红局 五根 又是暗机手段 我们来看 组五近一 哇 强行挺中组 对手傻眼了 黑方到底是哪一国的 因为现在形成黑炮打G 红方如果随手退炮 那黑方炮二平六 较将可以抽红局 实战 红方也不甘示弱 炮六近一 以暴之宝 但黑方胸有成组 按照原定计划 炮二平六一将 红方G吃炮 哪一方在G二进九 吃红G 等于是以双炮换局 红方单式 但红方现在也打着一个如意算盘 接着炮打马 先赚一次 那还打着另外一个黑马 等胡荣华吃炮 那红方的想法当然是炮打中足 下一步威胁马四近三 由铁门霜杀起之时 不料 胡荣华此时 不按套路猪排 一不做 二不休 反而G二平三吃相 哇 继续气质猛攻 简直是一高人胆的 那红方当然不客气 继续白吃白喝 那此时黑方也不好贪吃回一马 否则 马四进三 攻守兼备 那红方 仿佛胜券在握 果断 追砍士 交交 那红方啊 这时可能他留恋 中炮发出去的一个攻势 选择退马 电将 这是一部疑问手 导致局面下滑 那以下 胡荣华运用了经典的手法 表演双狙 攻杀五个大子 精彩绝伦 我们来看 一方 G7进五 杀兵在威胁狙砍底下 红方向三进一 闭手 那一方 在G7进一 非常细腻 如果改走G7平八 红方马四推三 去攻守兼备 那现在红方 无奈 只好马四进三 希望通过炮打中兵 和马三进一 寻求对攻 不过胡荣华 遭遇深谋远律 G7平方 威胁全体G 有连续手段 那无论如何 这起红方 还是应该马三进一 以攻带手 可能还有纠缠的机会 不过实战 红方选择炮五拼三 准备退底炮 试图进行全面的防守 却低估了 缺失怕双鞠的威胁 那一方 接走G8进一 捉炮 坐向 十分刁钻 让红方 防不胜防 那实战 红方接走 推步炮 想法呢 就是等红方 吃相 这起才马三进一 偷杀 那一方 如果G9平7 红方可以考虑 抛弃进一 强行握草码 有骚扰的手段 那红炮 在下二路 不在底线的区别 就是 黑方现在 G砍炮 没有较将的先手 所以回到实战 红荣华 功力深厚 当然是先 G8平5 催杀 这部戏非常细腻 等红方 推炮 守住 在G砍变向 走的是十分严谨 现在红方 进马就没有用了 无奈 马三退二 希望能 进行全面的一个防守 但黑方 得势不饿人 G9进而捉炮 红方 G4平3 再G9退3 秩序紧然 下一步威胁 G4退4 那红方 也无奈的 G3平2 先跑马 希望全体G 有偷袭的机会 不料 胡荣华 将计就及 G9平7 捉炮 那红方 身炮保住 对方在G7平8 又是声有成竹 一高人胆大 不怕红方 全体G 因为可以下市 如果G砍是上将 那不管 不管红方是怎么走 比如说进马 那这期 身体G1将 在G4平5 扶G8平6 绝杀 因为红方 这期根本没有后续手段 那黑方 抢先入局 好 实战 红方的选择 是炮三平 那这步起 黑方身体G1将 红方上帅 红方的想法 当然是引诱 把黑方吃马 胡荣华 当然不上当 G4退1 红方 不能上帅 否则G8平6杀起 那无奈退炮 打黑方 最后一步 G8退1 较江 也是胜定 因为红方 如果接走退帅 那G4平5 威胁G8进1 和G8平6 都是取杀 那这期 胡荣华从一开始 通过炮打士 在退炮打G 强行挺中足 在平炮抽江 等妙手 到后来 勇气 双马 以双G 左右挟击 让红方 G 双马 双炮 反复胜防 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好 我们来到第十盘棋 是在1982年 全国象棋团体赛中 胡荣华 后手对杨冠宁的一盘 经典推举 那是由顺炮直居 双头蛇 对双横距的一个开局形成 那轮到黑方走起 以当时的布局理论 同方上一步这 巡核炮的战术 也算比较正常 意图呢 就是可以掩护 盘和马 马七进六 或者马三进四 但后来经过多量的实战 和研究 这炮八进二的效率 就被公认为比较低 因此呢 改走16进五 向七进九 等变化 才是关招 那这重要的改进 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来自这盘棋 回到盘面上 黑方此时 一般可能就会 居四进五 或近七 过河 在四机两处 左居 右居 不过实战 胡荣华 不落俗陶 别出心裁 你能猜得出 他的选择吗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1平3 哇哦 恭喜你 答对 马后长居 含蓄无比 那这四路G 不动 让位 反而把边G 移到这三路吗 偏僻的背后 当时令全场 所有人 包括杨冠林 乍看之下 有恶行之感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 G1平3的战略意图 就是针对 红方七路马无根的弱点 准备竹三进一 强行突破 等红方 兵七进一吃过来 再马三退伍 利用先气候局 把G亮出来攻击红了 而现在红方 如果随手 马七进六 也是竹三进一 八五 这就是胡荣华 马后长居的奥妙之处 红方如果平炮打G 那马三进四 准备竹三进一 咬双 红方兵七进一 那G三进三 下一步G三进一 或者炮二平四 打红马 黑方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我们来看 胡荣华敢于创新的精神 打破传统 更新旧谱 当然不仅对顺炮 还有飞向反攻马 鸳鸯炮 等布局的理论的发展